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海外 今个星期就会用录影的形式 应该这个影片上去的时候 2000年未跑的 所以我们会先讲爱尔兰 然后讲法国 最后讲日本 今个星期就没有什么英国大赛 大赛算不算大赛 有明星马去跑 有什么明星马 有case 回我 还是有巴克特殊 另一场 对十字 对十字 对 对 对 这两场都值得关注 尤其是花卧之后会部署什么比赛 英联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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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否之前是否为了 有报告的记录会 好像不是这场 不是这场 本来是讲加冕金标 但应该都不去 OK 是不是因为跑得差 应该是 好像报了贝蒙的第一场 是 贝蒙金标那天 OK 那个礼拜 好 那就除了花卧会去Royal Escort 其实很高 其实也是 但是 譬如花卧本身 今天那个安上人 就不是大徒里 是的 大徒里去了外尔兰 是的 那就因为要跑这一只 那就先去 为什么要去大徒里呢 就是因为要去外尔兰 2000斤 今晚会跑的 今年也起码挺强的 是的 就是突然间说他跑了 二单狗这个 真是 MEE 作人本来说是会去跑 是的 Chocolate fot 他本身都說一直都想吃光一里菜 二丹康本身就說去跑聖之武士皇宮錦錶 沒有想過去打這場 哪排這兩隻呢 那個部署是錯的 我現在想到二丹康本身打算贏東特 排完東特去打比 然後怎樣輸了 然後又說去聖之武士 然後現在突然又說來 愛爾蘭二千堅 好像真的有點奇怪 所有事情都是突然之間發生的 今天可以說不去 明天就會休息一會 然後突然中間又攝不出來 你覺得這兩隻會比較高嗎 馬里瓦我覺得 二丹康本身應該是不錯的 不會有回落 甚至有打 但因為暴雪錯了 所以我覺得大希臘會比較好 始終大希臘他這次都是用了 應該是用磨雅 沒有提錯 會是磨雅騎 所以就不像上次英國二千堅里那樣 就會是用了所謂的主席 但這兩個騎士其實大鬥法都維持著 是為整個英外賽企 整個賽企 差不多都有 是很誇張 因為你問我 我自己就 我都同意 二丹康本身這隻馬 如果你只是計實力 或者你計算到河斯特那一場 其實他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奈何今季 就是部署又有傷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 unexpected地發生了 所以其實變相這隻馬 很多事情都是很多 uncertainty 在這裏 我寧願要回大希臘 會在這場的機會高一點 尤其是 如果你說 列馬斯部署 拜仁在愛爾蘭 怎樣都比高士登在愛爾蘭 嘩 這兩隻 總之馬就應該不會差很遠 差得太多 但就是部署上 準備的問題 是的 體力上 甚至部署上 應該在Megrogrist也會好一點 這兩隻意外 是不是真的沒有對手 其他的就是相差第三 你覺得 排面就是 是的 現在你英國2000堅尼第三 叫做Sakadu 對 Sakadu 其實也有名字 登山明星 當時也吹得很大 因為他那一場 其實挺好的 格拉分 兩場都是 2000堅尼也跑得好 真的跟錯隊 因為一直都在說 那一場2000堅尼 外面那三隻 是跑得最好的 是突然間 是彈開了 入面那些 那你 這個登山明星 就是在主馬 可能中間的 第一隻 第一隻 可能會用點的 第三名 是的 所以大希臘那些 真的有一點長地優勢 在外面那些 但通常 腳拉就沒什麼長地優勢 總之你抱著 那籃都沒有死 都是黏著籃跑的 正常 是的 那到時應該就 應該就不會分幾膽 跟著跟錯隊友 是的 那我想這隻是會 挺穩固的 總之我覺得差距 不會像上次那樣 輸兩個多三個馬位 嗯 會收窄反彈 OK 贏不贏到一個令局 不知道 但應該不會差三個馬位 頭三名都這三隻 所以就 我自己一個預 當然啦 有些實力碼 或者所謂值得可以跟進的馬 那有一隻初出 Fenix of Spain 是的 復出 是的 所以說有英國二仙堅利 然後那些 有雙 有雙的 是的 之前有Saxback 那也休息了一段 所以這一場才復出 那如果你看回他上一場 其實他就是在馬步錦標 輸給Madrid Grocer 就是輸給大希臘 是的 那 這次繼續 他兩歲的職 其實不錯 有輸 兩場都是輸過馬位 輸給超級 對 還有什麼呢 什麼時候 即是不差的 不差的 即是如果你計算這些 但是 好了 你來到三歲 進度有停過 那是不是可以追得回呢 這個人有保留 復出 是的 所以 都是值得看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他一次過一口氣 贏了 剛才說的三隻 絕對有些難度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四隻 還有沒有馬位 可以值得看 沒有了吧 我覺得沒有的 Ogory 哈哈 看齊 看齊 因為其實 Ogory初出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他的衣服 是未識法老的衣服 但其實跑下來也不是很厲害 這次用到羅頓 其實都說了給你聽 其實都應該差一點 嗯 好了 這一場愛爾蘭二千堅尼 很單一 但是應該會相當好看的 Match up 看是Tudan Hots 還是大希臘 10.7 是 嗯 之後再跳 另外一場一級賽 是星期日 先說了星期日 應該是愛爾蘭一千堅尼 看看可不可以去到下一頁 是的 是的 都是Rematch來的 嗯 Hermosa Kibbala 是的 這兩隻 其實上次Hermosa 就放得很漂亮 是的 其實我 爆懶贏 爆懶贏 他全程放後 但是我覺得 他本身是想讓 Erijeza 過他的 但是那隻 拍照 Just Wonderful 就是Just Wonderful 我記得好像兒子想過的 過不到 他才開始打邊 跟著這隻馬就開始彈套 然後才能保得住一千堅尼 嗯 那這次 會不會又開路 還是打算自己搞定 這次是不是 啊 糟了 因為我昨天看沒有 沒有騎士配搭的 但是應該現在看 就等我看一看正當 但是如果你看回Mosa 其實他上一場的那個 職是 都很堅定的 因為全程放後 後面那些馬是 就是應該這麼說 跟著那些馬是斷得都很快 是他沒有斷的 如果你看回 嗯 所以其實他本身 是沒有想過 是他做主力的角色 嗯 但是結束是為了 就是團隊 因為我白人都要贏 所以結果他的Mosa就回來 但是這次回來 愛爾蘭 對手是Kribala 還是再對多一次 對 還是再對多一次 應該反先黨 你覺得會反先黨 正常的話 正常的 如果你計算Kribala那一場 其實 嗯 因為這次也是用逆劍令 對 因為艾少女去了法國 對 所以變相 我不是說這個騎士不行 因為這個騎士 始終都是建閘冠軍騎士 昨晚兩邊好像 對 但是去到大賽之後 始終都是差一點經驗 對 對 要比對 那他的Mosa就墨壓 所以就看看誰可以做得好 對 那這兩隻 是 來稱呼哪一隻呢 Kribala那些 我也是Kribala 看回Kribala那些 OK 那我自己就 我喜歡East多一點 對 其實所謂兩隻 嘩 上次East 上次真的 其實他三場都是這樣 他轉彎三搭 然後入直路 入直路 塞 然後 躲回Custle Lady的後面 他打算跟著出 但是其實 出得來都遲 那個位 所以都難搞 但是 如果你翻 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是 一些比較後追力 比較強的馬 最好無真無阻 上來 其實 英外的賽事 或者英外的賽場 比起法國來講 寬很多 容易穩位一點 那隻馬衝得行 應該九成都OK 上次都不是他不穩位 他不是自己涉用 他 你覺得是 因為他轉彎的時候 是三四搭 對 然後是網空 我就不知為什麼 然後入直路 跟著別人的屁股 我也不明白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會給他一次機會 好 那 看能不能殺到前面那兩隻 但是如果稱Hermosa 和Kubala 我自己就稱多一點Hermosa 始終都是個騎士 我不質疑馬能力 Kubala 但是可能五番喵少 會好一點 嗯 對 還有兩隻 Kubala Pretty Prianga 你怎麼稱Hermosa 休息了這麼久 因為始終也是有受傷過 又會有受傷過 之前 因為本身是沒有前堅尼 然後 布布卡又說沒有 那 據我所知是有預測的 那時候他還沒傷之前 去年兩歲尾的時候 就輸給Irigitsa 那 怎樣稱 你覺得他還是比Irigitsa 特稱低一點 一般的 我覺得這兩隻都會有 這兩隻 值得可以留意 但不像是今場會贏到的靶 譬如說 如果你去到像樹 我覺得Irigitsa 那些落腳比較慢一點 可以考慮一下 還跑像樹 他都沒有東西可以跑 說真的 一個人跑 跑完這場賽 再看 對 以前也有五個例子 在真情上 Mighting好像也是這樣跑 對 所以 看看怎樣做 我自己就覺得 我想我們的想法就是 在Cribala去Mosa 和East 另外那兩隻就再跑 夏威夷喜歡Cribala 我自己喜歡去Mosa 都是比較 压一些 尤其是去到這些 臨近 不同地方的一些經典賽事 是 有很多抹分圖出擊 很少有些馬 在同時出了這麼多場 所以有些 所謂二線馬 或者甚至 可能去到葉森打比 有些馬 其實都不會出賽 反而是轉去跑 法國打比 就是因為上去搏 法國打比 那些 即級數低少了 不過今年好像有難搞 法國打比 去Sunk King 去Sunk King 還有什麼 去Sunk King 真的沒有 沒有啦 你怎樣去Sunk King 跑 大佬 好啦 再去下一場 達德素金杯 哪一場 哪一場 兩隻 其實達德素金杯 參賽馬不多 五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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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時有八隻 我記得 最後只有五隻 因為I Can Fight 就報了今晚的一場 Group Two 所以就沒有跑 本身是on the list 那 兩隻 Magical 和Fact of Honor 送給Magical 其實都是 阿仔 開路 然後 Magical 三場都這樣跑 之前兩場都這樣跑 都是這樣串Q回來的 所以我想 都是他兩隻 應該是 其他那些 都不是太好 我也同意 尤其是Magical 我想他贏就贏 因為他回到英國 我想比較難 英國 看看他跑哪一場 OK 看看哪一場 看完這一場 跑得如何 之後再去 因為始終 你說Magical 是一隻不錯的馬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挑戰到 如果有些很高水準的一級賽 我自己有些保留 差點贏 Enable 那次 那次是甚麼 兩隻 打完 打完 都要輸 你撞完 Enable 出去 他都是要輸 用Magical都要輸 給Enable 真的很誇張 不是開玩笑 所以這兩隻絕對是不錯的馬 但是 不是這一級的馬 就是不是很頂級的馬 我自己有保留 但是譬如達德索金官 這些賽事 沒有馬在那裡的場合 我想想Crystalo 應該要來這場 沒有他 贏一場 但是就說想去 威爾斯參王 直接去威爾斯參王 不應該是下域錦標 下域或是POW 二選一 他就說是二選一 但是 最重要是有英王錦標 正常不會這麼快想對Sea O'Crasp 那也是 那當然要看 我想他們自己夾 他見他報下域 即是他見他出下域 我就報POW 那他們兩個都知道大家是甚麼了 我想去到海船門 才會再見到這個場合 除了花樂 巴特殊 這個星期也有很多群組 尤其是愛爾蘭都集中在群組 那看看之後我們更新 尤其是今晚都應該會更新 那看完愛爾蘭了